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台北时间7月20号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首先带您来关注到 8000亿解禁潮来袭 科创版200万股东担心股价大跌 科创版一周年即将到来 A股又将迎来解禁的高峰 资料显示7月到8月 解禁市值总额将达到8460.7亿元 其中光是科创版解禁规模 就达到了2139亿元 占了科创版流动市值的67%左右 科创版将面临到照大的抛压 财新网报道 流通股解禁比例越高 股价的承压就越大 首批科创版解禁压力 主要集中在7月22号当天 解禁的规模高达2088亿元 占了全月科创版解禁规模的97% 科创版首批解禁总市值 占了A股总市值比例为0.88% 占了科创版总市值比例为28.12% 东吴证券分析师陈里表示 创业版实施注册制 未来融资规模有望大幅增长 如果此次科创版面临到大额抛盘的压力 科创版指数出现下行 预计投资者也会担忧未来同样实施注册制 进行大规模融资的创业版 连累到创业版的表现 这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立峰则指出 随着科创版限售股解禁潮的来临 可以预计到的是 未来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科创版实际减持的规模会相应增加 会在一定的程度上 抑制到科创版各股股价的上涨空间 对于这一次的解禁潮 中心公司也在眼报当中分析 当前的科创版首批公司解禁 跟2010年创业版首批公司解禁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创业版首批公司大规模解禁期间 并未给板块带来明显的冲击 当月实际减持规模也较小 2009年登陆创业版的首批28家公司 在2010年11月1号的时候 有过一波较大规模的解禁 当时创业版解禁市值为239亿元 当月创业版实际减持规模只有5.97亿元 占了当月创业版解禁规模的2.5% 张星远指出 相比于首批创业版 首批科创版解禁收益率更高 解禁市值占比也更高 科创版解禁高峰会形成供给压力的冲击 或对科技股形成一定的扰动 但是从解禁效应 历史经验 减持行为 创业版借鉴 减持安排 以及资金供给等6个维度来看 大幅冲击的概率较少 为了应对天亮的减持 上交所在7月3号发布了实施细则 明确科创公司股东 除了可以按照现行方式来减持股份之外 还可以通过非公开转让 配售方式来转让首发前的股份 从7月22号正式实施 近年来 证监会跟互生交易所不断地完善股份减持制度 主要对股东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节奏 比例 规模等来做出限定 以降低股份减持的行为 可能会带来的失血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 科创版50指数也在7月22号推出 以追踪该指数的ETF公募基金 目前也在申报过程当中 将有利于为科创版市场 引入增量的资金 接下来关心超百万亿的债券市场 正式迎来互联互通 7月19号 中国央行证监会同时官网发布消息指出 日前两部委联合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同意银行之间与交易所的债券市场 相关基础设施机构 开展互联互通的合作 而所谓的互联互通是指银行之间 跟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合格投资者 通过两个市场相关的基础设施机构连结 来买卖两个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 对此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表示 两个市场的基础设施之间 一直存在着市场分割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货币政策传导跟宏观调控有效的实施 限制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增加债券市场发行人的综合成本 一位分析人士也认为 此次互联互通主要是有利于完善债券市场制度的建设 提高有效性 一定程度上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 对于此次互联互通公告明确 国家开发银行跟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在华外资银行 以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 可以选择通过互联互通的机制 或者是以直接开户的方式 来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 现券协定的交易 张旭表示 对于专业机构投资者来说 拓展了多类资金在债券市场中可及边界 促进了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 境外投资者也可以充分地享受到 开户交易等环节的便利性 这将会提高中国债券市场 对于境外投资机构的吸引力 进一步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 要想做到真正的互联互通 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 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包括了商业银行 何时可以在交易所乘销 发行债券 2018年11月债券市场 统一执法机制发布之后 仍然没有公开的实际案例 也许看到港版国安法的推动 引发了美国的制裁 也让港元的地位陷入到了尴尬 不过渣打银行却抱持着相对乐观的态度 路透引述 渣打银行中国宏观策略部主管刘杰指出 预计港元对美元未来一段时间 仍然将维持7.75到7.80的偏强水平 因为持续的中资企业IPO 将带来资本的净流入 加上港元息率保持在高于美元息率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将使得港元成为美元的最佳替代选择 刘杰认为港元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货币 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美元 也就是说任何企业 如果没有办法规避美元的风险 而又需要持有美元的话 那么持有港元就是最好的另外选择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的团队 曾经考虑要削弱香港港元跟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 但是刘杰认为到目前为止 港元跟美元脱钩的机会非常的小 由于港元汇率区间只有1.3% 跟持有美元无异 持有港元或者是将手头的美元转换成港元 好处是不会受到美国直接的制裁 换言之港元是一个几乎类似于美元的货币 但是风险显得较少 他甚至认为在目前地缘政治升级的环境之下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 包括了中资机构跟美国有地缘政治的国家 可能会增持港元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在中美脱钩以及中国官员跟商家的海外资产 被紧盯的情况下 中国对美贸易以及国人 把资产转移到外国的需求都大大的下降 这些都将降低国内企业在香港集资的需要 进而减少港元挂钩美元的必要性 不过即使需求有所下降 但是却不会完全的消失 在国内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下 很难想象中国完全不再需要与香港仇促外资的情况 分析相信联系汇率在这些前提之下 仍然将是香港货币的基础 接下来关注TikTok可能被美国封杀的传闻出来之后 更加速了该公司去中国化的步伐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 TikTok企图以双总部的模式 以国内跟海外两套身份来规避风险 但是这样的方式跟多数跨国公司采取的主流模式并不一致 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的都是散型的结构 也就是在母国市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唯一总部 并在全球各地直接投资控股或者是参股当地的企业 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业务结构 在同一的总部之下 全球各地的子公司或者是分公司 全体形象就如同一把打开的伞 所以得名 而中国公司出海之后 大多也是采取这样的伞型结构 像是小米、TCL跟华为等等 但是在目前的兴趣之下 采用伞状结构却让一些公司遇到了麻烦 像是在印度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情况之后 小米着急地打出Made in India的标志 反映的正是这种种况 回过头来看TikTok的双总部模式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荷兰皇家可派集团 最初就是有两个独立的 分别在荷兰跟英国上市的公司所组成 皇家荷兰石油公司跟英国可派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 这两间公司都有自己的懂事跟遵循的法律 而这种模式存在了百年之久 直到2004年可派集团的油气储量需报丑闻爆发之后 在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之下 2005年两家公司才称是合二为一 实施单一董事会的体制 取代了双总部制 在可派双总部模式运行的期间 双重身份让其享受到两国税收 避免歧视性贸易限制跟转移价格等多种优势 也没有受到来自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 而最后两个总部的合并 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自由经济影响下的结果 可派的双总部模式运行了百年之久 但是事过境迁 现在的环境下再采用双总部模式 就变成了一把需要极高技巧才可以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TTOC因为海外总部或者是美国公司的身份规避了封杀 那么这种非中国公司的属性就会进一步的强化 这是全球化当中的得分项 但是其与国内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相关政策的监管 国内管理部门是否会乐意看到一家中国土壤培养的公司 最终却与中国失去关系 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凡之如果TTOC设立了海外总部或者是美国公司之后 并没有赌过封杀 而且各种游说也无法改变结果 那么这种结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因此文章分析 在如今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情况之下 双总部模式很难让美国相关方面 从内心产生真正的信任感 只是一种权益之计 发展到最后可能两边都不会讨好 而且这种模式因为涉及到的成本巨大链条过长 也不一定是用其他出海的中国公司 只能够被视为在不确定的全球商业新环境下的一种尝试 或者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最后带您来看到 在现在的零利率环境之下 究竟投资人该如何的投资 从2008年开始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进入到了零利率的时期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准利率很可能会持续在领位附近徘徊 甚至可能跌入负值 因此大家可能比较会关心的问题是 在新的低利率环境之下 是否还能按照老方法来配置股票跟债券等大类的资产 是否需要改变资产配置的逻辑 来应对这个新环境呢 今天的节目就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来讲讲这两个问题吧 首先先讲债券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债券一直是所有投资机构的资产配置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 这是因为国债跟投资级别公司债的风险比较小 只要耐心持有到到其日就可以基本保本 而且当股市下跌的时候 债券往往不跌 甚至可能会上涨 对于投资组合提供了多元分散的重要价值 再加上从70年代开始 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准利率不断的下跌 因此债券的持有者获得了利息跟本金增值的双重汇报 甚至比同期的股票也差不了多少 然而70年代的基准利率最高曾经达到20%左右 从那之后基准利率不断的下降 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 购买债券的民意回报是相当低的 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为每年0.6%左右 而十年期德国国债的收益率则为-0.42% 张算起来还不如把现金放在自己的家里来得更加的划算 对此文章举日本为例来说明 从1999年算起到2020年 日本经历了整整20年的零利率时代 从2016年开始 其基准利率甚至跌入到了负数 因此在这20年中 日本的资产回报可能可以让我们对于零利率这个宏观环境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根据统计显示 从1999年2月底到2020年2月底的这20年间 日本主要的资产类别年回报率如下 大市值价值股4% 大市值成长股0.8% 小市值价值股7.1% 小市值成长股3.6% 日本国债2.1% 公司债1.5% 房地产5.2% 然而在回报之外还有一组统计资料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下面是各大资产类别在20年当中最大的回撤 大市值价值股54% 大市值成长股80% 小市值价值股53% 小市值成长股63% 日本国债4% 公司债2% 房地产73% 注意看到 虽然债券的回报不如股票 但是其波动要小得多 最大的回撤还不到同期股票跟房地产的十分之一 这就是债券在投资组合当中提供的最重要价值之一 就是一个稳定器 能够极大的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给予投资者更大的信心来坚持长期的投资 而像债券那样跟其他所有主要资产都构成的负相关关系的资产 是相当少见的 因此也更凸显地其在投资组合当中更不可或缺性 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